美国银行业的危机还在蔓延 当地时间5月4日 美国西太平洋合众银行大跌超过了50% 股价腰斩 实际上自美银行股危机爆发以来 这家区域性的银行就备受关注 知情人士称该银行一直在权衡一系列的战略选择 其中就包括出售 但无奈的是并没有多少潜在的买家 对这家银行的资产感兴趣 根据相关统计显示 该银行在全美拥有大约70个分支机构 总资产的规模约为440亿美元 早前伯克希尔哈萨维副董事长芒格 曾发出了警告称 美国银行堆满了地产坏账 而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大行也警告称 未来美商业地产行业 可能是继银行危机之后 下一个要爆雷的行业 对银行业巴菲特曾很早就做出了反应 早在去年巴菲特就对伯克希尔持有的银行股 做了不同程度的减持或者是轻仓 并且不断的买入了能源股 经济学家Messica Sending指出 今年迄今为止 美国银行业倒闭的规模 已经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年的水平 由此可见美国银行的危机短期内有可能还会继续的发酵 受此影响一些美国的大银行也开始着手应对 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更大的危机 根据SNN消息 摩根士丹利银行的计划在今年二季度 裁员约3000人 而去年的12月该银行曾宣布裁员2% 涉及人数约为1600人 根据相关媒体透露 本次摩根士丹利裁员的范围去除了财富管理部门 投资银行部门以及证券部门的影响应该相对较大一些 对于此次裁员的原因 摩根士丹利给出的理由是成本控制 资料显示摩根士丹利在全球拥有员工总数约为75万人 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 摩根士丹利的一些做法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当然对比之前互联网行业的财源 摩根士丹利的财源规模并不算大 感谢残星认为 目前美国银行业危机何时结束并不确定 且还有隐约继续向大银行蔓延的趋势 根据此前摩根士丹利发布的2023年Q1的财报显示 摩根士丹利Q1的营收为145.2亿美元 同比下降1.9% Q1的金融润为29.8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19% 从财报数据来看 摩根士丹利已经感受到了行业的寒冷了 具体分析来看 摩根士丹利之所以净亏损的降幅会如此大 一方面是因为投行业务的低迷 导致了其投行收入下降了24%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 承销和并购活动的一直比较低迷 拖累了银行的整体收入水平 当然这并非是摩根士丹利一家的问题 而此前的1月份高盛则宣布裁员3200人 这也是该银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较大规模的裁员 此外呢裁员的还有花旗银行等 总而言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持续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性 银行业的危机有可能会持续的蔓延 从之前的硅谷银行到第一共和银行 再到目前的西太平洋合众银行 不断爆雷的中小银行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在市场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美联储并未明确的表明加息周期何时能够结束 这也对当前的市场预期产生了一些影响 因此呢砍欠财经认为随着风险持续的释放 有可能美国中小银行还会持续的产生连锁反应 而美国大银行的裁员估计还会持续 至于什么时候会出现明显的好转呢 大概率可能到加息周期的结束 至于芒格以及华尔街担心张业地产的问题 我们认为当下的环境大规模暴雷的可能性较小